日本的门牌是很重要的存在吗? 在日本,门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。 它不仅仅是用于标识房屋位置的工具, 还反映了日本文化中对于秩序、 整洁和社会规范的重视。 以下是门牌在日本的一些重要性方面。 地址标识 门牌是标识房屋和建筑位置的重要工具。 日本的地址系统通常是基于街区和街道的。 门牌号码用于准确只是一个具体的住宅或商业单位。 社会规范和整洁。 日本文化强调社会规范和整洁。 门牌被认为是住宅和商业单位的外观的一部分。 因此人们通常会精心设计和保持门牌的整洁。 这反映了对于个体和社区外观的关注。 服务和配送 门牌号码对于服务和配送也至关重要。 邮递员、快递员和其他服务提供者需要通过门牌号码准确找到目的地。 确保快递和信件能够顺利送达。 安全和紧急情况 门牌对于安全和紧急情况也很重要。 例如,在火警或其他紧急情况下。 门牌号码可以帮助紧急服务人员快速找到需要帮助的地方。 商业和导航 在商业环境中,门牌也是重要的导航工具。 商店和餐馆通常会使用门牌来吸引顾客, 并在导航和地图应用中使用门牌号码。 总体而言,门牌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, 旁盖了地址标识, 社会规范、整洁、服务、安全和导航等方面。 因此,门牌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, 体现了日本社会对于秩序和规范的高度重视。